今天的新聞有關香港警察 這次又跟澳洲有關係 因為我看今天的新聞很多人都很關注這裡 因為澳洲這裡也不少香港人 發現原來昨晚在澳洲國會有一個委員會開會 有一位澳洲參議員質詢澳洲聯邦警察 說為什麼有些香港警察來了澳洲受訓 今天很多在澳洲的香港人都關注這則新聞 今天我列了幾條題目重點想跟大家講講 就是這個香港警察來到澳洲受訓這件事 其實都非同小可的 澳洲的議員都很關心這件事 而澳洲聯邦警察這邊的回答 真是又非常奇奇怪怪的 很含糊的 都引起大家關注 接著八大通緝犯之一任劍鋒 他現在在澳洲身份 澳洲國民 他都公開質詢澳洲聯邦警察 有關這次香港警察在澳洲受訓這個問題 另外五眼聯盟其實都不是第一次警告的了 警告要正視中共在全球的間諜活動 另外其實澳洲這裏 我想都有十幾年了 有關中共的滲透 其實就不可以說不知道 但是眼開眼閉 或者是滲透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緊要 這些我都會講講一下 另外今天就有一項簽名的運動在澳洲這裏 就要求澳洲總理Albanis 就即將去訪問北京 好像是下個月 然後這裏就有人發起了一個簽名運動 就要求澳洲總理在訪問北京的時候 希望他提一提有關中共打壓人權的問題 希望更多人簽名 好了還有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北京推出一個愛國主義教育法 現在這些真是宇宙大法 他喜歡要立一條法就立法 這些是不是叫法治呢 其實是人治 現在是說影響到全球華人都要看看 這些全部現在呢 中共那方面說要立法呢 即是隨他講的 影響全球的華人都可以 如果有時間一會兒 我還會講一講習總勳和習近平兩父子的事情 好了 那現在一開始呢 都是說回今天最新鮮熱辣的新聞 那這次最新鮮熱辣新聞呢 其實呢原來初初呢 可能都不是很多人留意 原來有香港警察呢 來了澳洲 那早一陣子提過呢 就說有那些中國大陸啊 開了一些什麼海外警署啊 全球啊 很多國家都有 那這些已經是早一陣子的新聞了 哇居然呢現在今天呢 就看到呢 哇原來有香港警察 就在澳洲這裡受訓 而且是完成了他的那個受訓期呢 那為什麼會爆了這單新聞呢 那就是香港警方那邊呢 那香港警方呢 都有一些官方的網站 在網上呢 自己爆出來自己在那裡炫耀 炫耀呢說 哎 有六個香港警察啊 不知道什麼身份啊 幾高級啦 不知道啦 來了澳洲 完成了受訓 那這單新聞呢 就今天呢 就引起很恐動了 在澳洲這裡的香港人很關心的啊 那這個 那香港警察那方面呢 警方呢 原來就在 X帳號啊 就是Twitter 以前的Twitter 現在叫X啊 那就是早幾天呢 就 就放了幾張相片出來啊 那那幾張相片呢 就看一下 是有拍到在這個澳洲寫著 澳洲聯邦警察 有這麼大的招牌在那裡呢 就有拍照 拍的呢 就是香港警察來的 哇 原來到了澳洲這裡啊 有六個就完成了 在澳洲警察管理學院的培訓啊 不知道培訓多久了 那這六個香港警察呢 就 那 除了在澳洲的首都Canberra 又去過Perth 好像Sidney好像也有來過 那就說在這裡呢 跟各個警察 那些澳洲聯邦警察各個部門 做這個交流活動這樣 那昨晚呢 那些國會開會呢 那這裡澳洲的國會 開會通常都是晚上的 那呢 就自由黨的參議員 而且又是這個反對黨的內政發言人 James Patterson 那他就是一位很經常都關注這個人權狀況啊 關注這個中共獨裁啊滲透啊這些問題的 那他呢就昨晚 出席這個參議院聯邦法律及憲法委員會 出席這個會議的時候呢 就向這個澳洲聯邦警察呢 AFP呢 就提出質詢的 就說香港警察 就說香港警察 近幾年呢 嚴重違反人權啊 那在香港呢 抓了很多民主派的人士啦 和一些普通的市民啊 那James Patterson呢 就質問 他說現在香港的警察 哇是不是叫做臭名超注啊 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啊 從2019年到現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澳洲聯邦警察呢 還給這些 這六個香港警察 來澳洲這裡受訓 和他們合作 和他們交流 那這位James Patterson 他就問這個澳洲聯邦警察 他說你這樣的做法 對不對 是不是恰當 我看到這個 在國會那個 有video 那個錄影片段 我看到了 那麼 澳洲聯邦警察那裡呢 有幾個人是出席 這個 叫做 參議院聯邦法律及騙法委員會 這一次會議那裡的 那 幾個聯邦警察呢 哇真是呢 初衷拋頭啊 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那 James Patterson這個議員呢 他是有備而來的 那他就給了有一兩張紙就給在現場 澳洲聯邦警察那些頭頭啊 高層啊 高層啊 給他看一下 我猜呢 我看畫面就看不到什麼 但是呢 就看到呢 這個 香港警方那邊呢 是在這個網站上面呢 是發了有幾張照的 那麼就在澳洲聯邦警察的招牌那裡呢 就拍了有幾張照 那麼呢 這幾張照呢 我看一下先啊 就看到有 是 看那個面孔呢 就是香港警察來了 那一張照呢 就在這個面孔呢 就好像很開心地拍了幾張照 一張照就五個人的 都是跟澳洲這邊的人 那一張照呢 就有兩個 一看過面孔呢 就應該是香港人 香港警察來的 是 女士啊 那麼另外一張照呢 就是跟有一些 看起來就是一些西人的 一起拍的這樣 那麼呢 總共有三張照 昨晚在國會委員會那裡 我猜James Patterson發了幾張照片 就是印了這幾張照片出來質詢澳洲聯邦警察 你看看這幾張照片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香港警察來澳洲受訓 我看那個澳洲國會那個錄影片段 幾個AFP澳洲聯邦警察的高層人士高官 拋頭在那裡看 拿張紙在那裡看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蒙茶茶這樣 初時答不上 答不上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James Patterson就在那裡質詢他們 大家可以上網找到這個James Patterson的網頁 可以看到這個參議員 就是James Patterson 他就是昨天晚上開會 在澳洲首都坎培 今天晚上都很晚 這裡會開會 是9點、10點、11點這樣開會的 他就是質詢 第一排的幾個都是澳洲聯邦警察的高層代表來的 就是他們應邀出席 這次這樣的會議 拋頭在那裡掃 她掃究竟發生什麼事 她自己都不知道 一個參議員問她 James Patterson 問她 你知不知道為何會有6個警察在澳洲聯邦警察 在澳洲聯邦警察呢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香港警察來了澳洲坎培拉這件事 有沒有人見過這些香港警察 那些高層報告都拋頭了 初初都答不到發生什麼事 根據資料顯示 那6個香港警察來了澳洲警察管理學院 英文澳洲警察管理學院 在那裏有一個受訓的課程 幾長就不知道 在這個課程裏面 就這6個香港警察 除了在澳洲首都坎培拉 又去過TURB 好像前年都有來過 現在看到就是在國安會局面 在這裏質詢 在這個會議上 初初呢 這些澳洲聯邦警察的高層報告都答不到 都不知道具體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這個James Padgetton 就在這裏追問一下 然後呢 澳洲聯邦警察那方面就說 因為大家都是國際營警的會議員 所以大家互相交換情報 他這個不要正面回答到這個議員的質詢 所以呢 James Padgetton 就說 喂 這些交換情報 那些一般的犯罪情報 都培訓 培訓這個香港警察 訓練 這個不是交換情報的 這個 是不同的事 你不要混亂 好啊 而更大的問題就說 香港的警察 由2019年 應該是更早 2014年 馬雨傘運動 然後2019年 香港警察 被別人叫黑警 都不是叫警察黑警 我避免 我們要不要著火技 是不是 警察黑警察 恐懼 拼得不合理 我們要做 Trending 會私在渡前 會讓我們省慰 自身公司 定義 對我 是因為你們 因為我們要理解 中央 香港海裡 而是 我們要不再 選擇 國步 是 我們要聘請 我們要德行 華 對,現在的James Patterson在說中共在香港打壓香港人的事,在質詢中澳洲聯邦警察,為什麼人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那麼多年來,為什麼現在還會接受這些香港警察來澳洲這裏受訓? 受訓是否就是支持或者幫助這些培訓這些香港的警察,是否去打壓香港人,侵犯人主,是否這樣做呢? 這個澳洲聯邦警察的說法就是監管情報,都是方法澳洲這裏 但是這個真的叫什麼左右連他行動的事 這個回答根本就不是去正面回答那位參議員的質詢 因為你交換情報和這個訓練的警察是兩件事來的 是的,或者看這個見段就看到這裏了,因為它下面都有幾長階的 好了,是啊 是啊 這個澳洲聯邦警方的高層人士,他就說是Jera那些情報 其實你訓練,訓練香港警察和警察是否會去做見事來的? 你不說是否硬來 這個解釋真的,我聽到都覺得非常之不合理的解釋,不是正面回答那個質詢 是否會去到我們國家的訓練? 當然,我明白你和中國政府的訓練,我沒有問你 因為一件事是一個交易的訓練,訓練香港的訓練 可以給澳洲人的訓練,提供應用的效果 這位參議員James Pedersen也說 你這個在家會全部報了一件事 但你去訓練那些香港警察是另一件事,兩件事是不同的 這位詹姆斯佩德森就是這個叫Inter-Vali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澳洲國會一個跨黨派關注中國問題的委員會主席 應該有幾個主席,他的主席 他一直都很關注中共在侵犯人權、打壓人權的問題 如果澳洲國會主席,澳洲國會主席,那是非常可憐 麻煩,麻煩,好了,我先看看,這個澳洲警察管理學院 他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培訓呢?就是2003年開始 一個叫做國際訪問學人交換計劃 參加參與這樣的培訓的機構就包括布林斯希爾國家警官學院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我都沒聽過 跟著有蘇格蘭警察學院、英國倫敦警察、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緝毒處加拿大、王家騎警 然後呢就包括這個香港警隊 如果表面上看這些是有英國、美國、加拿大 那都是一個英語國家 那如果說這個香港警隊,你說1997之前 那當時這個香港警隊是叫做英國王家香港警察 王家是屬於英國,英國政府叫什麼港英,港英的警隊 那你都是叫做跟英國有關係 但是1997之後呢已經這個警隊跟英國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警隊呢是不是屬於香港特區政府 現在就簡直已經是受這個北京控制 2019年還說有些那些什麼防暴隊 是不是那些武警派了一些武警在中國大陸去香港 假扮香港警察的這樣 那所以看一下 這個在澳洲警察管理學院2003年已經過了1997 過了1997一段時間 為什麼還有這個這樣的 跟香港警察這個交流培訓的計劃在這裡呢? 這個事情真的不可思議 究竟澳洲這方面是不是他們這麼… 是不是不醒目啊? 跟一個… 這個鎮壓香港人權的… 現在香港人叫做黑警 以前我那個年代都說好子不當警察 到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抗爭 更加真的… 真是好子不當警察的現在真的 所以這些呢 為什麼澳洲警察這裡還幫忙 跟這個香港警隊進行這個培訓 所以這個呢就令人感覺到不可思議 所以難怪這次呢這個澳洲參議員 參議員James Patterson在這裡質詢 質詢澳洲聯邦警察說 喂 你怎麼搞的?這樣 為什麼會安排香港警察來到澳洲這裡受訓 那麼我現在看到有個消息 還說那個受訓過程之中呢 除了又在坎培拉 又去Perth 好像Sydney都有 還有呢就說去一些部門那裡交流參觀 其中有去到是不是都是跟一些電子啊 應該是不是都是電子情報有些有關係的呢 一些部門 那其實真的非常之不恰當的這件事 那所以呢 那整件事呢 就不怪得知James Patterson在這個 國會這個委員會那裡提出質詢啊 那澳洲警方那裡就說 哎呀 初初就回答不了 那然後呢 講講一下就說 哎呀好啦 我再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進一步的資料啊 找到一些資料 然後再去回復你這個這樣的質詢這樣啊 那這個James Patterson就已經講到明了 你不要亂這麼說啊 什麼交換情報 交換情報和這個培訓是兩件事呢 那這些培訓呢 涉及到很多東西啊 我看一下先啊 涉及到一些 一些說什麼應付一些緊急事件啊 那些是不是 那因為什麼叫緊急事件呢 是不是就說那些人上街示威這樣啊 那你就你在澳洲這裏所受的那個培訓 包括這些叫做什麼 面對一些示威人群啊 這些都是緊急事件 那你澳洲聯邦警察幫手去培訓這些香港警察 對不對呢 香港發生什麼事這幾年 就是大家都知道 包括在澳洲這裏 所以這個澳洲聯邦警察 為什麼會有這個交流計劃 你可以說2003年開始的 但是到現在 經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 到2019年的抗爭 那大家都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還有這些這樣的培訓啊 真是令人覺得有點難過啊 難怪這次有這樣的質詢啊 那然後呢 其實剛剛今天的新聞啊 另一個就是 這裡有個60分鐘時事的節目啦 那些英語傳媒啊 都在這裡提到 這個五眼聯盟那些情報部門啊 都在這裡講到說 這個中共滲透全球啊 那些間諜的威脅呢 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緊要的這樣 那究竟 就是這些西方國家 包括澳洲啊 有沒有關注到這些事呢 有沒有關注到這些問題呢 怎樣去應對這些東西呢 這樣啊 所以就說 這次這裡揭發了 這次這樣的事啊 六個香港警察啊 香港人現在都 不叫他們警察 叫黑警 來了澳洲這裡受訓 已經訓練完畢了 不知道來了多久了 不知道啊 六個人 應該回到香港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一年一度啊 下一年又有香港警察來 所以是不是應該是 終止這個 這樣的培訓 這樣的訓練在這裡呢 嘩 嘩 八大通緝犯之一 任健鋒都 今天有發了一個 很短的公開的消息 說他都有質詢這個澳洲聯邦警察啊 希望澳洲聯邦警察回覆他 因為任健鋒本身呢 自己 他是澳洲國民 澳洲公民 除了他呢 還有許智峯 許智峯呢 就不是澳洲國民 還不是啊 但是呢 他是有這個澳洲居留權啊 因為澳洲政府是給他在澳洲居留 那兩個 任健鋒和許智峯 那兩個都是 會是列為這個八大通緝犯 這個名單裡面的 那你就很搞笑啦 這個澳洲聯邦警察 你就會給有六個香港警察 不知道幾高級的這些警官啊 來到澳洲這裡接受培訓 那他們會不會去到這個 任健鋒啊 或者是這個 許智峯那個城市那裡呢 不知道啊 會不會做些什麼呢 我看回這個新聞呢 說他們 來到這個交流接觸呢 包括接觸一些 可能一些電子情報的部門 詳細就不知道啊 都是看回這些現在網上的 僅有的小小消息啊 希望呢 James Patterson呢 這位參議員呢 能夠去 質問這個澳洲聯邦警察 能夠拿多些資料啦 那其實呢 就說近這 十幾年來呢 就 中共對澳洲的各方面的滲透呢 真是很緊要 我們從那些選舉啊 各級議會啊 那其實都看到很多呢 是親北京的人士是參選 有一些 除了參選做候選人之外呢 另外呢 就說 各級的議員啊 也有呢 請了一些是 來自中國大陸 背景的人士做他們的那些議員助理 不是說全部那些議員助理都有問題啊 而是呢 有一些 例子中國大陸的 那他們本身呢 他們有一些做事啊 那些手法是 令人感覺到呢 是非常之奇奇怪怪的啊 那這些我以前都講過的了 其實好像我跟 有一些比較相熟的澳洲國會議員啊 有一些比較相熟的澳洲國會議員啊 那呢 那 由他們最初當選啊 那跟我是保持聯絡的 有定期的 每一兩個月啊 有一次 就是見面啊 聊聊天啊 那樣的 那然後呢 為什麼會請了一些 中國大陸背景的助理 那些議員助理之後呢 居然呢 就會block了我的 block了我的 喂 那我都是新聞界來的啊 為什麼會block了我的呢 我還有一次還好笑 一位國會議員 打電話給我 他說 喂 為什麼 很久沒見你來找我了啊 啊 你 我現在跟你約啊 喂 幾月幾號你來我的辦公室那裡大家見面啊 這樣 那去到跟他見面這樣啊 那他說 喂 你真的很久沒來找我啊 以後可不可以呢 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呢 保持 一次 大家的接觸聯絡啊 見面啊 這樣 很沒問題的 跟著他就說 這位國會議員 找個女助手出來 那位女助手就有中國大陸背景 找他出來 喂 喂 現在我就交代給你這個助手 那你以後呢 就跟林某呢 就負責這個安排這個 每一兩個月呢 就有一次這樣跟我 我 指這個國會議員啊 見面 聊聊天啊 或者做一下什麼訪問採訪這樣 那一看 唉 你不用說了 你找了這個這樣的助手出來 就是就說 以後都不用見面了 所以這些滲透呢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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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第一次遇到的了 這些滲透 那 那 今年早那一陣子呢 其實還有報導過 那 除了這些在 各級的議會啊 那些政制方面的 中共對這邊的滲透 那 早那一陣子還有提過呢 就是教育方面的滲透 教育方面的滲透呢 那 表面上就 可以說是交流活動 那 一些 啊 跟你是不同的教育制度啊 大家是進行文化交流 那 表面上就叫文化交流 那 實際上是不是呢 實際上是一些 潛移默化的影響 就是想呢 影響到在澳洲這邊呢 那些教育呢 啊 他們很喜歡的 他們說 哎 你承認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這個什麼 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你 又要跟回我這套來教 什麼一個中國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樣 那 有些事情呢 就是此時而非 那 那 前一陣子呢 才講到呢 澳洲英語傳媒 都有講到 就說中共對這個 澳洲教育的滲透 那 然後呢 我曾經在這個新州這裡 跟一個是教育部門的director 那些主管 那我跟他見面 我講這些滲透的事情 那位主管跟我說 他是負責這個 跟中國大陸的那些教育上面的交流 叫什麼 國際交流啊 他跟我說 他說 喂 我們這些是正常文化交流 你不要說中國大陸 那 韓國呢 他們又宣揚一下韓國那些 他們那些 國家的想法是怎樣 那又沒有錯啊 這樣 哇 這些像是非 所以我看這個主管 哇 這個主管這樣 因為就是早前澳洲這裡都講到 有一些在這裡的 議員學校 教中文的 他們受這個澳洲政府的資助 各種不同程度的資助 收澳洲政府的資助的那些錢 但另一方面呢 他們是親北京 很明顯他們那個教育呢 是不是服務澳洲這邊呢 他們不是宣揚澳洲價值 而是宣揚什麼呢 宣揚這個北京那一套東西 那我那次呢 都為了這件事 我和這個教育部門 有一個主管 director 跟他說這件事 因為這個澳洲英語傳媒 都在那裏質問 就說 喂 他有一些這樣的學校 他在澳洲這裡 登記註冊 他是有受到澳洲政府的資助 為什麼他是服務 北京不是服務這個 專用澳洲的價值觀呢 然後這個澳洲教育部門的主管 他跟我說這個這樣的資助 那你們這些學校是不是 不想要這些資助 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自己都有搞學校 但是他這個這樣的回應呢 令我真的很震驚 喂 你這樣 我現在是說你有一些 某一些學校 既受這個澳洲政府的資助 但是同時呢 又在北京那方面呢 拿到一些不知什麼利益 是雙重利益的問題 就不是說我們這些正常的學校呢 是不是不應該受到這個澳洲政府的資助 不是這個問題喔 所以有時候呢 這裏澳洲政府有些部門 這裏教育部門也好啊 或者是警方 有時候有些官呢 他們是 是不是烏索的 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 他們那些想法呢 是很 是不是叫做令人 令人覺得 喂 為什麼你不這樣想法呢 我現在說呢 是 有一些親北京那些人 他們在澳洲搞學 是受到雙重的資助 如果他是獲得北京那方面的利益 那你在澳洲這邊呢 就不應該拿澳洲納稅人那些錢 的政府資助 那這位這樣的教育部主管呢 居然就說 喂 那你是不是 就不應該要這些資助 就是跟我講和其他學校講 就是一刀切全部後 是不是你這樣的語言學 最好就不要要資助了 他不是針對那個 中共滲透的問題去講 那今天這則新聞呢 這個澳洲聯邦警察呢 他那個回答又是 似是而非 被James Peterson 質問他 為什麼你澳洲警察 會培訓這個香港警察 那那個澳洲聯邦警察 那幾個人 開始就挖頭 然後就說 哎 我們是 有一 長期都有這樣的合作的 和這個中國大陸 和這個香港警方 都有長期的合作的 這樣就是交換情報 這樣 喂 你現在培訓香港那些警察 和交換情報是兩件事來的 你不可以這樣混淆來講的 還有這個訓練呢 那我不知道他具體是怎麼樣的 但是有提到說 你訓練 包括訓練香港警察呢 就是說一個 叫做Emergency 那些緊急的應對的東西 那是不是包括那些什麼 就是人家上街示威遊行 那你就訓練這些 怎麼去對付這些示威遊行呢 這個是跟情報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兩件事來的 那我今天呢 看回一下先 那今天的新聞呢 除了這件事 有提到五眼聯盟那裡 那裡 另外呢 就 哇 今天有個簽名運動 就是Ju Pavlo Ju Pavlo Ju Pavlo 就是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 這幾年的新聞都知道了 他是澳洲人 就很關心香港人的抗爭 和關心中共對 在中國大陸的 和香港的打壓 那他就發起了一個 運動的 就呼籲 就這個 其實是這個Emergency 國際特社協會 有一個簽名的運動 就呼籲 那因為澳洲總理呢 澳洲總理 Anthony Albanese 就即將會訪問北京 可能應該是十一月頭的 會訪問北京 那他這個訪問北京 已經都引起了爭議的了 究竟他應不應該去 去 究竟做到多少事情 那現在看的情況呢 可能他多數都會去的了 那然後究竟他去呢 會 就是談些什麼問題呢 所以現在 Jill Pablo這邊呢 這個 Amnesty 國際特社協會呢 就呼籲 大家簽名 就呼籲 澳洲總理去訪問 北京那時候呢 要提到這個 關注人權的問題 關注人權呢 牽涉到很多地方 一個譬如說這個 對維吾爾人 在新疆那個這樣的迫害 對香港人 其實這個 這個中共對各方 很多這個打壓人權 已經是很多年的事情 由這個新疆西藏 對這幾年香港的問題 我都剛剛簽了名 希望看到這個 我這個今晚這個直播節目的 觀眾朋友呢 都去簽一簽這個名 可以 這個簽名呢 就是Amnesty 這個國際特社協會 我先看一下 這個網址很長 或者可以上去這個Amnesty AmnestyOrganizationOrg.au 那你上去這個Amnesty 這個在澳洲這個 那個網站那裡查一查 應該可以查得到的了 那希望大家呢 就 踴躍簽名啦 那希望趕得及呢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禮拜五 收集到有2500人的簽名呢 就可以交到這個澳洲總理 那個辦公室那裡 就要求澳洲總理去關注 去到北京那時候呢 就向北京那方面 提到這個人權問題 講到這個北京呢 我剛剛看到了 說北京人大通過了 愛國主義教育法 原誕開始實施 現在10月 就是還有11月10月到1月1日開始實施 這個這樣的 愛國主義教育法 有時候聽這些名字 聽得很動聽 就好像港人治港那樣 壓香港人 愛國主義教育 你覺得這個國家 人民不愛這個國家嗎 問題就是 這個名義上叫做愛國主義教育法 什麼都立法 家法 這個就是好像 以前滿清 滿清那些 那些家法 多到離譜 真的 這是不是叫法治呢 這個這樣的 新的愛國主義教育法呢 就說 除了在中國大陸 包括香港 澳門 台灣的人 都需要自國維護這個 國家統一 這個叫愛什麼國呢 其實呢 這些所謂的愛國呢 就是它那個目的就是 你要愛北京 愛這個執政黨 愛這個執政者 這些是不是等於 就說愛國 愛這個國家呢 就是 我看回看 現在這些好搞笑的 全部都是騙人的 你如果說愛國 你不如 叫一下那些什麼 六八九七七七 什麼 李家超 叫他們 他們去上下這些愛國教育 國家是屬於人民的 不是屬於這些高官權貴的 所以呢 現在中共這些所謂的愛國 全部都搞錯了 是故意搞錯 他們叫那些人去愛國 就是愛這個當權的權貴 就不是叫你去愛這個國家的人民 所以這幾年我都覺得很搞笑的 如果沒有國家 怎麽會有些人民 問題就是說 你沒有這個 人民 你怎麽才會有這個國家 中共那個邏輯呢 它是反過來的 這個全國人大常委會 表決了這個愛國主義教育法 就是明年的元旦開始實施 通過的這個法 總共有四十條 比那個草案還多了兩條 就涵蓋有什麽 思想政治 歷史 文化 國家 象徵標誌 憲法 等等等等 民族團結 國家 安全 國防 真正 那麽呢 就規定要面向全體公民 全體公民 為什麽包不包去那些高官呢 我覺得現在呢 愛國呢 他北京中共的那個愛國定義 和我們那些愛國定義是很不同 我們愛國這個國家是屬於人民 但是呢 他們現在這些這樣的立法呢 這個國家呢 是屬於這個共產黨的 就是他們說愛國就是愛這個執政者 愛這個黨 那這個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法呢 強調要加強學校及家庭 連家庭獲對青少年及兒童的教育 並且對公職人連企業事業單位 還有一些廣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等等 不同群體的愛國主義教育 而且作出相應的規定 就是他現在這個人大 立了這個愛國主義教育法之後呢 就說 你這些 什麼香港澳門台灣啊 甚至海外僑胞喔 到時候再有一些具體相應的規定啊 可以做得再辣些啊 你知道啦 上頭啊 就是立了這些這樣的所謂的法 怕不夠啊 那你下級的那些官員呢 就要識做了 你要立法呢 立得更加嚴謹些 更加厲害些啊 啊這個 現在什麼都說法 愛國 這個愛國其實是愛黨愛這個執政者 所以跟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認識的愛國是不同的 是兩件事來的 我們愛這個國家是愛這個國家的人民 怎麼會愛這個國家的權貴的官呢 講到這個愛國主義教育法呢 就是啊 剛剛早那一陣子呢 就說 習近平啊 他就經常都 叫些人愛國的啦 那早一陣子呢 他老爸的習仲勳 誕辰 誕辰 一百一十週年 那在 很有趣喔 原來呢 他這個 習仲勳呢 誕辰一百一十週年 在陝西和廣東呢 他原來在陝西出生的 又來過廣東那裡啦 那麼呢 兩個地方呢 都舉行了一個 叫做 是不是叫做座談會 學習會 就在那裡 其實是不是叫做 吹捧習仲勳呢 我看一下他講什麼先 中共陝西省委書記 趙一德呢 他就發言就說 習仲勳是我黨 我軍 這個軍隊 卓越的工作 政治工作領導人 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 和新中國誕生 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公分 而這個廣東省委書記 兼中共政治局委員 黃坤明 他就說 今年是習仲勳誕辰 一百一十週年 必須繼承 發揚 習仲勳 同志 等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 的優良革命傳統 如果說革命傳統 所以我這裡呢 都想提一提 習仲勳和習近平 其實真的相差很遠 真的很不同 我1978年 我是第一批香港學生 我去廣州 企南大學 那時候我見過習仲勳 習仲勳 當時是廣東的領導人 他去過企南大學 真的很難得我見過他兩父子 1978年我見過習仲勳 然後2014年呢 就是習近平來澳洲訪問 那我收到一張請簡 收到一張請簡 去這個坎培拉 國會大樓裡面的議事廳 那我跟何審慧 坐在隔離 第一排 何審慧坐在我隔離 我們坐在觀眾席 第一排 那聽一下習近平說話 那我不知道習近平呢 他知不知道他老爸 他應該很熟悉他老爸的歷史 我們先看看他老爸的歷史 習仲勳就是1913年出生 1926年13歲就加入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 就是叫共青團 1927年14歲 他就14歲而已 就是中學生 就因為組織學生 就反對當時的教育制度 就被人踢了出去學校 不讓他讀書 然後他就轉了去三元師範 去讀師範 然後呢 在1928年 就是他當時15歲 15歲 他就發動這個 紅色顏色革命 那現在習近平 搞這個插畫學生運動 搞這個插畫學生運動 張貼標語 散發傳單 那現在習近平 執政以來就說 反對這個顏色革命 那是不是說 習近平那種做錯了呢 那習近平當時呢 習近平當時呢 就是搞顏色革命 紅色革命 紅色革命 就是顏色革命的一種 那習近平 知不知他老爸 當年這樣呢 那我們現在說 要習近平執政以來 說要反對這個顏色革命 那是不是說 習近平那種做法 就是做錯了呢 應該要批判他老爸才對 那習近平當時呢 就 哇 十五歲了 他就在這個師範那裡 他覺得那個學校呢 是 跟他不對 保守啊 還是什麼啊 他呢 就一度考慮呢 用炸藥 炸藥 炸那個教務主任 來冤而去炸死他 或者放火 放火去燒死他 那現在說一下這些什麼顏色革命 你說香港人 雨傘運動 2019年那個反送中運動 有沒有 有沒有 年青人說要什麼 放炸藥 放 六七年的香港暴動 那些左派暴動 共產黨領導的暴動 就有用炸藥了 炸死了那個商業電台那個林斌 所以說這些這樣的暴力革命呢 香港人不及得共產黨 你看回這個習仲勳 他十五歲 他讀師範 他就是想用炸藥 跟著又或者放火 最後呢 他就下毒藥下去 在飯堂啊 飯堂啊 他們煮的粥那裡 下了毒藥去 毒死那個 想毒死那個 教務主任 顏冤餘 結果呢 當然被人發現了 然後被警察抓 當時是1928年 當時的警察當然不是中共 中共是沒登記 沒註冊的 當時 好了 當時習仲勳 加上其他 總共有九個學生 是被警察抓了 就要去坐牢啊 抓了去坐牢的 那所以呢 現在 這個習近平執政以來 說香港人怎樣怎樣怎樣 又抓了很多香港人 你看你自己的老爸當時 習仲勳 你習仲勳當時做的那些事情 不是更重要 現在香港那些年輕人做的事情 習仲勳當時是 放毒下去那個學校的飯堂 那裡 你香港的學生 有沒有人這樣放些毒 放些毒藥下去 一個學校的飯堂裡面 想毒死那些老師啊 香港人沒有這樣做 但是你這個共產黨 這個習仲勳 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勳就這樣做了 還有 我現在看回歷史 1932年 一九三二年 習仲勳和其他的中共那些人 在閃金 就是閃西和甘肅 就發動了叫做兩當兵變 就成立中國工農 紅紅軍閃金游擊隊 推翻中國政府 推翻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習仲勳 習近平的老爸 不是搞這個顏色革命 跟著暴力革命成立游擊隊 武裝 香港人有沒有成立這個武裝呢 沒有啊 有沒有游擊隊呢 香港人沒有游擊隊 但是你習仲勳就是搞這個 暴力革命 然後呢 就創立了那個叫做閃金邊革命根據地 那就分裂中國咯 這個真是如假包換 十足十分裂中國 這個叫做閃金邊革命根據地 還有蘇維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都在中共搞出來 所以現在說愛國教育 反對分裂 中國是要統一統一祖國 誰犯這些法呢 就是共產黨犯這些法 包括習仲勳 就是習近平的老爸 習仲勳不是在那裏搞顏色革命 搞這個暴力革命搞分裂中國 搞推翻中國政府 是最典型的嘛 所以就說我們近幾年看下這些東西 你不要罵香港人 因為你是共產黨 你自己本身由毛澤東去到這個習仲勳 全部的東西都是 是你們在那裏搞顏色革命 搞這個暴力革命 和分裂中國 和這個推翻中國政府 推翻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看回看這些東西 就是這一陣子我才看下說 說不忘初心 你習近平或者共產黨那些人 不忘初心 你看回看你們共產黨 初初成立的時候 究竟你們說是要這個什麼 為人民謀幸福 什麼中國人民站起來 現在中國人民究竟有沒有站起來呢 都不用我回答了 大家心中有數 你有錢有勢那些 當然是站起來 你普通的老百姓有多少個站起來 唉 所以看回看這些這樣的東西 大家 是不是只有一口笑 所以最近這個 說什麼幾點集中分 110週年那個這樣的單神 究竟是捧一下習近平 還是諷刺習近平 不知道 看一看你怎麼去看 好了 我們今晚就講了 都講了很多東西了 由這個香港警察公開研要 哇 他們派了有警察來到澳洲受訓 這個應該是終止的 這個 沒有理由我們在澳洲這裡去訓練 那些香港警察 是不是去到香港 他們回到香港呢 就在這裡 繼續去打壓香港人呢 這個是非常之 不應該做的事情 在這裡澳洲 這樣去培訓香港警察 應該是檢討一下 都很多謝那位澳洲的參議員 James Patterson 提出質詢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看 澳洲聯邦警方 初初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含糊其辭 跟著任劍峰都在這裡公開質詢 希望這個澳洲聯邦警察 可以看怎麼回應一下這件事情 另外五眼聯盟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就警告一下要正視中共全球的間諜活動 那澳洲在這方面 真的做得非常之不夠的 這件事情 其實這些滲透已經十幾年了 非常之嚴重 另外提一提 現在有個簽名運動 這個簽名運動就是澳洲總理 可能在11月份會去訪問北京的 這個簽名運動就是希望 這個澳洲總理 去到北京的時候 要提一提關注人權的問題 中國的人權 包括這個對維吾爾人的打壓 對香港人的打壓 希望看到我這個節目的觀眾朋友 去這個Amnesty Australia 就是澳洲的國際特色協會 那個網站上面找一找這個簽名 簽一簽這個名 支持一下要求澳洲總理 關注這個人權問題 去到北京 記得和習近平講講 我都剛剛簽了這個名 剛剛簽的 說到北京的影片 說到北京的路線 我們在北京的路線 找到北京的路線 看來看 我們在北京的路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